这里是大稻村,我们来这里散步吧 来到大稻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从这里开始 那是因为慈盛宫庙口前的小巷里有许多在地人推荐的小吃摊饭 像是肉粥、红烧肉、季卷、妈祖宫口的原汁排骨汤 而这里的用餐居很特别是在慈盛宫内广场两侧的露天用餐区 每张桌子上都有写上摊饭的名字,小心别做错咯 离开慈盛宫庙口如果还想再吃点什么的话 有干市场旁的车轮瓶是不错的选择 很推荐纸杏地瓜跟玉米其实是两种口味 想吃正餐有干市场也有很多的选项 像是单天采点的鱼杖甘铃 这天我们点了炙烧冻 这碗冻饭有超多料 除了炙烧到在甜味的处饭外 还有三种基本的海鲜 虾、干贝、酪梨、蟹肉、鸡、桂鱼卵等 众多的海鲜铺在冻棒上 这里虽然是个小摊 但服务不输给一般的店家 一样有提供免费的鲜鱼味酸汤及茶水的服务 食物又还蛮好吃的 真的很推荐给大家 当天在大稻城散步了一圈 发现多了许多文青的小店 当然老味道的小店也都还在 喜欢这种新与旧交织的大稻城 别有一番风味 也发现了几个在地文化保留的据点 如仁安医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好多的故事在这里等着我们去挖掘 一楼展示过去诊所的模样 配药空间放着过去的玻璃药罐 及柯医生的个人收藏 这里还摆着清早时期的牌子 每个都是扎实的岁月痕迹 二楼则是另一个展示空间 在每个门上的玻璃都很巧妙的有个刻字 里面的房间摆放着过去时代柯医生看诊的器具 看着秋时代的物品 不止有跨越时空的嗅觉 在大套城不只是体验过去的故事 还可以挖到包 无意间遇到的二手戏服店 也可以逛了福一乐乎 端角来到了阿玛店 阿玛店不只卖餐 更是着重女权经战争暴力的炫导 从未安妇阿玛的抗争处方 安排了一场免费的展览 很值得大家来这里细细的感受 接着我们经过了一个游戏的地方 这里点饮料的方式很特别 是用鼻子选择喜欢号码的味道来决定 当天也闻了三种不同的饮品来喝 至于各代表什么 就卖个关子 让大家自己去体验吧 在大套城的散步小旅行 就分享到这咯 大套城一直是我自己觉得很可爱的地方 大家有空也来这里散步吧 或许转角你就会遇到 正在断拍的我 这里是安安安奔奔的远迹生活 我们下次见